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收到很多网友们私信说 爱卜台湾签收会 因为把台湾粉丝们当ATM而引起了争议 所以就去看了一下韩国论坛 目前只有在投赋论坛在讨论 但是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跟台湾粉丝们的反应不太一样 首先,自称住在台湾的网友 将台湾媒体的报道用谷歌翻译后 上传到韩国论坛了 爱卜即将于11月12日再度访台举办签收会 劝印一张唱片高达台币880元引起争议 主办得意是策划哀轰诈骗 23日对外说明 表示没有把台湾粉丝当提款机 台湾过往活动多以抽签方式来决定 此次规则不同引起部分粉丝不满 但由于滥用过往抽签容易有造假的情况发生 以及购买多张都无法抽中的情况屡见不鲜 因此在购买数量无法作假欺骗的原则下 韩方与台湾执行方商业共同定出福利获得的规则 定于第三方团购系统上购买 防止任何有造假情况发生 此次定价为包含艺人来台花费 经纪人来台花费 场地费专辑货物关税等 签售所需要的成本费用 谈方及台湾执行方 表示未进行任何强迫推销或强迫购买的行为 这位网友主要提到的部分是 专辑价格太高 得奖规定不是按抽签 而是以购买专辑数量为基准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再说什么韩国也是排队啊 签售会都是这样 排队的意思就是按数量排列的意思 签售会本来就那样 所以能去的人才去 韩国就算是说抽签 但其实是在排队 这大家也都知道 反正也不会公开抽签的方式 反而一开始就这样公开说 不是更好吗 也不需要抱着 买一张看看会不会中 可以省下那个钱 粉丝们应该会不高兴 但是签售会本来就是把粉丝们当成ATM的 我也觉得排队很一般啊 虽然专辑卖那么贵是有点讨厌 但是在海外购买的话 会有物流费用 所以会变贵吧 签售会不是演唱会 我也是因为太贵所以无法去 在韩国也是可以抽签的专辑比较贵 而且什么周库圈也不能使用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排队就算了 但是在海外卖的专辑账那么多吗 本来不就是2万左右吗 我们对排队太习惯的部分也是个问题 日本到现在也是抽签呢 虽然不是很确定 但台湾可能是像日本一样 本来是抽签制吧 就是要一起抵制 只是骂的话绝对不会降价的 因为不骂的那些人还是会购买 不知道在头库留言的这位网友 是住在台湾的韩国人 还是住在台湾的台湾人 不管怎么样 非常羡慕的是 头库这个论坛不是想注册就能注册的网站 他们会不定期开放名额 只有那个时候才能注册 听说好像好几年都没有开放了 当然不注册也能看到所有贴文 但留言必须要在有人留言后的一个小时后才能看到 而且虽然你能留言 但不能上传贴文 所以在韩国网上也有很多人交易的股账号 所以对于爱不牵手会争议的韩网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无辜被骂的SMC人男团来日 前两天一位网友在推特留言 很好奇 那个男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会被保全推成那样 经纪人也不是帮忙捡起相机 却把它扔到一边 更何况除了Shotaro之外 没有一个人给予关系 好了不起啊来日 因为这个贴文 很多黑粉们就趁机抹黑来的成员们们 刚出道就耍大牌等什么有的没的再算 但事情的真相是这男生自己摔倒的 所以在这个影片曝光后 黑粉们反省了吗 当然不会 这是多伟大的家伙们在路过 有人摔倒了还那样 不管那个男的有没有做错 你们可以这样吗 爱斗就不知道停一下不会等吗 工作人员也很机外 为了超越线拍照 结果跌倒了可可 现在拿这个来骂保全和爱斗吗 为了让爱斗们爱骂 这是在干嘛 太可恶了 根本就没有扔相机 只是放在旁边了 为了抹黑信任爱斗 做出各种阴险的事情 真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都感到可悲了 之前也说过 遇到 就不要去理他 直接嘲笑就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